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.0.46分直播 0.46分半目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的假扮人三个一货村 取开门红 木类来网罗本破门 50% 75% 100pdk 14288 CERWK 播放模式 HTML5 HD分辨率 1920x 1080 视频宽高 864x 486音量 50% 视频贴于httpcdm video dispatch.tc.qc.com下载速度 缓冲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.4.37 2018年 8月23日 15.40分10秒 播放流水资 copy is 0AA9A9BB6D1525622C5DD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载的速度 下载速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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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载 完整版德甲白人三个音货村取开门红 木类来万罗版破门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 window d at a vid e o a r r p u s h v d k 14288 c e r w k img h t t p e n u s g t img.com news app ls 050066706156404800 对视频 德甲白人三个音货村取开门红 木类来万罗版破门 时长约46秒 腾讯体育8月27日去 当地时间上周日下午 德甲白人慕尼黑官方宣布 球队边封科曼成功接收手术 但人官方没有公布科曼的商庭时间 据转会市场数据分析 科曼商庭期肯定超过一个月 甚至有可能达到两个月 科曼成功接受手术 当地时间周日上午 科曼在德国图边根 接受了乌尔里希施托克医生的手术治疗 在2018-19赛季的假节目战中 科曼被霍封海姆后为舒尔茨踢伤 导致左脚券戴斯烈 半人官方对于科曼商庭期的说辞是较长时间缺席 之前科曼曾数次因任戴斯烈商庭 有两次在一个月内康复 有两次伤情期达到50天 世界杯前他就因为任戴斯烈修整了大半个赛季 错过了2017-2018赛季后半成大部分比分 导致其最终遗憾落选法国队的世界杯大名单 半人方面倒是对科曼的伤势持了观态度 体育经理萨利哈米基奇说 我非常肯定 科曼会更加强势的付出 我们采讨复出的过程 终会100%对其予以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半人本赛季原本有意让科曼顶替李贝里 这么看来李贝里必须继续在主力左翼位置发光发热了 牛牛